欢迎来到Defeu官网的个人中心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向您简单介绍该网站 Dashboard 让我们来从仪表盘认识该网站 打开网站后我们会看到五个小部件 让我们看看其中每个小部件显示的是什么 MySplit Status有两个小部件组成 AvailableSplit显示目前可以提取多少个Split硬币 TotalPayoutSplit总共有多少Split硬币已经被提取 Split License Status显示您已经使用过的许可证的限额 您随时可以通过点击Increase License按钮升级许可证 并提高其限额 Split License Usage包含以下信息 Total Split Limit显示根据您的许可证类型 您可以获得多少Split硬币 包括已经收到的硬币 Available Limit显示您还可以获得多少硬币 Used Limit显示您一共收到的硬币的数量 Global Split Status显示市场上当前的Split硬币的总数 Reward Poor Split显示您当前持有一枚Split硬币 可以收到多少Ultima硬币 Current Haring Period显示目前每天有多少Ultima硬币流动到市场中去 Next Haring显示下一次减半将在多少个区块以后进行 将页面向下滚动是一个显示减半规则的小部件 Hallowing Rules 我们友情提示您每隔1000万个区块一天发行的Ultima硬币的数量就会减少 到2028年每天将只发行一枚Ultima硬币 因此大家最好抓紧时间尽早购买许可证 并开始每天在自己的钱包中接收Ultima硬币 再向下是可供购买的许可证和Split合约 在Legendary Promo选项卡上您可以查看作为销售开始时的促销活动的一部分的可用的许可证 购买该许可证时您将获得普通合约4倍的限额以及普通合约4倍的Ultima硬币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的下一个栏目 在此页面的License Keys部分您可以找到并激活已购买的许可证 而在Activation History选项卡上您可以查看关于已使用过的激活密钥的信息 License Keys部分包含以下信息 订单号 购买日期 套餐名称 激活码 订单金额 状态 激活或未激活 Activation History部分有一个包含以下信息的表格 激活日期 激活密钥 购买合约的限额 My Contracts 下一部分是Mon Contracts 我的合约 在此页面上您可以查看有关购买Split合同的以下信息 订单号 购买日期 套餐名称 Split数量 订单金额 Smart Wallet 下一个部分是Smart Wallet 在这里您可以下载钱包软件到自己的设备上 Payouts 让我们来进入提现部分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关于已经完成的提现的以下信息 交易ID 日期 钱包地址 金额 状态和散列值 Support 菜单最后一个部分是帮助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您可以随时在这里向我们的客服咨询 那么我们已经向您简单介绍了DeFiU网站 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